哈喽大家好,我是广司小凤 昨天晚上啊,两点多钟快三点钟的时候 我呢,被人失击了,知道吗? 一直在敲这个门 碰碰碰的响 哇,煞得我赶紧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给我姐打电话呢,又打不通 然后给这个详情对象打电话呢 又打不通 因为是半夜两三点钟了,个个都在睡着了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昨天晚上啊,真的是奇了怪了 既然有人来敲我的门 哇,真的是煞得我 一个晚上我都不敢睡觉 我一直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姐,给我姐夫 没有接 然后呢,打给相亲对象也没有接 我真的是无鱼死了 现在一大早啊,我饭我也没吃 我就赶紧去我姐那里 问上我姐,到底是什么情况 因为又没有台风,不可能是台风啊 我还听到有人在外面叫 开门开门,快点 哼,戴不开我就打了 我去煞得我赶紧 拿锤子 拿刀放在我那个床边 然后我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还是打不通 敲着敲着就没有声音了 因为我这个灯没有亮嘛 我一直都是关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别人喝醉了 来敲错了,还是干嘛 还是真的有人就是恶意来杀我的 真的是来这里住了一年多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唯独昨天晚上啊 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门锁好了 现在呢,我赶紧去我姐家 问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真的是吓死我了 现在呢,我骑车去我姐那里 问个清楚,问个明白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真的是噼里啪啦,把我吓死了 现在到我姐家了,我姐还没起来呢 大姐 大姐 你起来一下,快点 天亮了,我跟你说点事 我就知道我姐还没起来 天刚刚亮,我就跑过来了 快点了 快点了,大姐你 哎呀,干什么你 大早的,现在都没天亮五点钟 你还说 我昨天晚上被人死鸡了 我跟你说 你,鸡鸡你怎么 钱没钱,身材没身材啊 哼,昨天晚上我跟你说 两点多钟快三点钟的时候 有人一直在敲我门 碰碰碰的想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 我去把我吓的 我赶紧拿个锤子拿个刀 放在我床头 我给你打电话 也打不通 给你老公打电话 给不通 给相亲对象打电话 也打不通 到晚上的 我都不知道是我那里信话不好 打不出去 还是你们不接 我又不敢开声音 就是一直不接 杀死我了 可能是那个对象 不是,那个相亲对象 他去门 谁去闯的门 想多了风吹的 不是风吹的 那风多大 你看现在这风 现在好像又来台风了 那风很大的吹的 我自己都想哦 我跟你说 风吹了怎么可能会有人的声音 开门开门 快点开门 你再不开门 我就砸了 他说 你在做梦 应该是 你不信今晚去那里睡 我来这里 我去那里睡了几年了 我都没有记到这种戏 你结了婚不一样我没结婚 洗就好啊 你炸出去的尾巴 你都不炸出去啊 我你是那个声音很老啊 最少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啦 五六十岁谁会干那种事 整次的小时候 那你今晚去那里睡 我帮你煮东西给你小孩吃 我去那里睡 你再也走了 去你去那里睡 让我去那里睡 你说的吧 嗯 你去那里睡今晚 嗯 跟我姐说了 他不相信 真的是 他之前在那里睡 是他跟他老公在那里睡 那肯定不会敲他门啊 我一个人在那里睡 那敲我的门很正常啊 真的是半夜三更的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就唯独昨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了 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 让我姐去那里睡吧 今晚让他去那里睡 我先补个教 我跟你说 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回睡